那一次元指的就是一线形的能量 直通低星的一种低星引力 这是一种向着低星的磁力 一次元主要是这个天狼星人 主造的无数的铁水晶而形成的 一次元的意识整动频率相当的低落 具有很强的黑暗负面能量 以活教、道教的还有基督教的看法 一次元就是他们所谓的地狱 在活经上面是这样说的 在气虫铁围山之中有气虫海 在此海中就是地狱 这种铁围山其实就是由无数个铁水晶 所构成的环形山脉 质量非常的坚硬 铁水晶的主要功能还有一个 就是困着地狱里的终身 让他们的意识灵魂无法逃落这个地狱 二次元是指一种构成大自然生命的元素能量 范围由地底地壳还有地面的土壤到大地都属于二次元的范围 二次元的元素能量可以生长地表上的植物还有矿物 所以二次元的生命体是有意识但是却是无情的 不像三次元的人类是属于友情的意识 那三次元的部分指的就是具有强烈的地性引力 物质具有粗糙的形体世界 人类就是属于三次元的世界 而动物的部分飞禽走兽都是属于三次元 但如果是鱼类、两气物、爬虫类、昆虫等等的生物 都不属于是三次元的 那严格来讲就是2.5 就是处于两次元和三次元之间 四次元就是能够将意念 创造出以太体能量的一个意念频率地带 当人类释放出感觉、情绪时 其实当下就在四次元里面产生的一个四次元的以太体 当人类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 脑海里面会有一个画面 其实这个脑海里面的画面 就是属于四次元的以太体能量 而当人类睡着的时候 多数人的意识可以站立这个肉体的 这个意识称之为四次元的星光体 刚才我们有讲到了星光体和以太体的分别 如果是有以太体就是有经过宗教的一些修炼的话 它们就可以漂浮到其他地方去的 那里比鲁星的爬虫外星人 就是我们讲的里比鲁 就是安努纳奇人 以及哲达双星人 也就是小灰人 还有许多居住在其他星球的爬虫类 还有外星人都是属于四次元的 五次元是指一个无数的光丽体 所包围的一种产能 在这种产能里面感受到各种温暖 幻容以及被爱的感觉 五次元的生命体 外星人多数的时候是处于这种光明的意识里面 然而五次元的光明体并不是全部都是正面光明的 只是它们并不是一直无时的为非作歹 它们做的最坏的事情就是长期的渡计啊 战争啊 而向其他的五次元的生命体啊 进行战争等等 那五次元的外星人有 金星人 毛树星人 大脚星人 子女星人 还有地球的地心文明人等等 那这个五次元的外星人是在这个银河里面是最多的 六次元就是基于这些无数的光粒子包围的产能至上 再加上由能量的最触本体所产生的一种形体生成的产能 哇很难讲啊这句 再加上能量的最触本体所构成的形体生成产能 在这种产能之中 不仅能感受到五次元的那种温暖宽容和以及爱 空间的四周围漂浮着神圣几何学的光粒子产能 那扩概来说 处于银河系的外星意识 多数是属于六次元的天晴星外星人 属于六次元的天狼星外星人 属于五次元的毛树星外星人 属于五次元的大脚星人 还有属于五次元的子女星人 七次元就是由无数的光粒子 所围绕着银河的中心轨道 以此保持着由这个银河中心太阳 就是我们讲的大中区太阳 有一致的稳定光明频率 不断的向六五四三一次元 散发住无数的光粒子 形成温暖宽束 还有这个爱的感觉或者是力量 七次元的外星人就是有现影星座的人 八次元就是所有银河系的光明中央源头 那就负责协助这个七到一次元进行零星的发展 还有进行银河联邦等等 那主要的活动地带就是在八次元 那九次元的话就是能够像从一到八 同时瞬间散发释放出发射状的永恒的光粒子 的一种永恒光明的产能 哇什么鬼的 同时瞬间的散发无数发射状的永恒光明粒子的一种光明 永恒光明产能 哇这样讲了 同时瞬间的散发出无数的放射状状的光粒子的一种永恒光明的产能 它已经是超出银河的范围了 那讲到这里大家应该像我一样就是烧脑了的了 那大概大家对这个亚特兰提的这些问题 还有这些疑问 他都一一的回答了 就我会找那些有关于亚特兰提斯的问题来选了 那这里的话真的是非常谢谢他 帮我整理这么庞大的一些问题 还有一些答案的 那如果大家还有疑问的话 在这里我公布了他的email 大家可以直接去email给他 问他问题的 他的email就是diana2750atprotonmail.com 但是千万不要去打扰他的生活 或者是一直查他的身份等等 他也是一个普通的少女 有着自己的生活还有读书生涯的 那好了 做完了这个亚特兰提斯系列 下个影片我就要做这个地球变年史 各位大家好 欢迎来到HanTV的奇事界 我是Tommy 今天是地球变年史的第一集 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这个地球变年史 可以看我的影片 这算是我看了地球变年史的第一部之后 以浓缩加上我对于这个书的看法 用更简白的文字 以故事的方式来讲给大家听 大家可以以好像科幻小说 来看待这一个系列的影片吧 我们先从苏梅尔文明开始讲起 苏梅尔 是目前在梅索布达米亚发现最早的文明记载 通过是以放射性碳14的断射代谢来测量的 苏梅尔文明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500年前 就是大概6000多年前的 那有些人还问我的话 今年是2019年 哪来的6000年前 那大家知道公元前和公元后的分别吗 在英文里面 公元前是叫BC BC其实是Stand for Before Christ 那世界定义为 耶稣出现的那一年为公元第一年 所以大家不要搞错哦 好 那么我们开始吧 最早时期苏梅尔这个名字并不是苏梅尔人自称的 而是阿卡德人 苏梅尔人称自己为C-Giga 意思就是黑头人 在圣经里面 这个名字是跟希纳尔是一样的 也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大概8次 在西伯来亚文里面 这个意思就是来自两条河流的 而苏梅尔最早出现的就是梅索布达米亚 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南部 也就是底克尼斯河和优发拉底河的中间 那句圣经的记载 在《创世纪》里面有写到 有河从伊甸年流出来自论这院子 从那儿分为四道 第一条河叫比逊 就是环绕哈肥拉全地的 在那儿有金子 并且那些金子是好的 在那儿也有珍珠和红马老 第二条河叫吉逊 就是环绕古石全地的 第三条河叫西底结 留在阿苏的东边 第四条河叫做伯拉河 在英文圣经里面叫 就是现在的优发拉底河 而第三条河刚才有讲到叫西底结河 在英文里面叫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底克尼西河 所以这个就是讲着 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条河在圣经里面也有提过了 那这一条河流向阿苏的东边 而阿苏就是真实存在在苏美尔文明里面的一个城市 而且现在最近在伊拉克真的是找到了这一个城市 我们此点会讲到阿苏城的 大家先记得这个名字 那么究竟苏美尔文明是从何而来呢 那这个我们先从这一个图开始讲起 大家都有看过这个达尔文进化论的这个图吧 很多人就以为这个是进化中的人类 那其实就不是 这个是出现在每个时代不同的人类的人种 在最早1400万年前出现的内人缘 然后就到这个高级的南方人缘 然后最后到90万年前才出现的第一批原始人类 叫做尼安德特人 但是这个南方古人缘和这个尼安德特人 其实都是在17时代里面 两者是相差了200万年 那如果进化论的核心是说万物的进化是很随机的 并且都是源自于单一的源头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人类呢 那如果是随机性的 那世界上至少还有另外一个物种是进化版的 但是这个200万年里面 人类竟然没有进步过 用了200万年还在玩石头 还是这200万年里面 这些文明出现了文明的极限 然后自我毁灭过后 又变成了原始人类呢 那我本身并不赞同这个进化论 因为不同时代的人类可能不是同源的 大概到了3.5万年前那出现了另外一种人类的特别种类 叫做智能就是有思想的人 叫做克罗马龙人 这些人和我们长得很像 而且他们突然间有了文明 会击败死者 艺术文化而开始了文明 有了很多原始人没有的特征 这个就是造成很多科学家想不通 如果人类用了200万年还在学玩石头 那为什么在20万年前突然间现金了 而且变成有文明呢? 现代人和这个尼埃德特人其实是相差20万年 除非这个现代智能是来自于外太空 突然间来到地球 那是否好像创世纪一样 是上帝制造了我们呢? 就算是现在的世界里面 在世界的某处 还有人类的部落是处于原始时代的 如果他们和我们一样 应该至少也进步到这个银器时代吧 那为什么他们和我们现代的文明可以相差如此的巨大呢? 那么我们来看6000年前苏维尔文明是有多么的陷阱 到时又要和大家一起去烧脑啦 好!我们下个集世界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